自古以来,战争都是分两个战场的,一个是血肉横飞,流血飘乳的战壕,另一个则是商场厮杀,抽骨洗髓的金钱进行时。 古代如此,今天亦如此,第一次海湾战争同样也不例外。 两一战争结束后,伊拉克的萨达姆有两块心病没有出去,一,欠了一屁股美元外债。 二,与伊朗两败俱伤的结果,不仅导致伊拉克未能实现其越居中东第一大国的地位,从而恢复古巴比伦帝国的荣光,反而损兵折将,灰头土脸,面对众多小弟们要战时,人个地方都没得钻,老脸不值钱了。 打了八年两一战争,伊拉克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,外债更是达到了八百亿美元。 就在侵略科威特的前一年,即1989年,伊拉克的国民收入才二百亿美元,真的是弱不付出。 欠下如此巨债,萨达姆自然要想一想办法了。 乌鲁偏逢连夜雨,进入1990年后,国际原油价格夭斩,原本没桶二十美元的石油,现在一桶只能换十四美元的大洋了,依靠石油出手赚钱烧带还带的萨达姆气炸了。 于是,就张口向科威特借一百亿美元,毫无疑问,萨达姆碰得鼻子都肿了。 根据一种说法是,当时,科威特为了解决伊科两国边界的问题,不顾萨达姆减少石油以此来提高油价的要求,反而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,这才导致原油价格下跌。 以此来作为两国谈判的筹码,此时的科威特的局势,是比伊拉克好太多的。 科威特在1989年时,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30亿美元。 此外,科威特还持有数百亿美元的国家储备金,并且还在海外拥有住上千亿美元的资产,并在欧美等国重要工业中占股数百亿美元的资产。 此时的科威特,不愧被称为海湾灵珠,萨达姆眼馋科威特。 那就打吧。萨达姆想的是,打一下,科威特可是一石好几鸟,领土扩大,欠债不还,石油多了,梦想尽了。 所以,在萨达姆一声令下后,不到一天的时间,科威特首都就被伊拉克占领了。 而科威特傀儡政府的总统刚坐了几天,就成了伊拉克的公民了,因为科威特成了伊拉克第十九个省,紧接住联合国行动了,要求伊拉克撤兵。 决议通过得很顺利,无人反对,全部赞同。 但萨达姆太自信,美国很小心。 于是乎,五十多万美军坑吃横吃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中东。 不仅如此,美国还拉来了一众帮手。 总之,第一世界,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参与。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致对外萨达姆空前功力,但仍拒绝和谈。 摩拳擦掌的美军此次前来,有驻联兵的意味,美军出动数量之大,武器之高精尖程度,三位一体立体式排成,都远非此前可比。 这也是越战后美军最大规模的出动。 在这里,美军把该拿的武器都拿出来了,别人没有的没见过的,甚至没听过的武器,美国都不脸表演。 海湾战争,名副其实的美军独武,但是战争是和谐的,是个吞金兽。 不过美国并不怕,即使整个战争最终花费高达960亿美元,但是最终美国自己只拿出了其中20%的军费。 牺牺牲了一百多名士兵,其他的花销,自有人填补。 这次战争所花费的军费,大都由这几个国家提供。 当时国克威克当仁不让的,拿出了159亿美元现金,并另外提供给了数千万美元的物资。 沙特这个大老粗也不甘示弱。 慷慨地拿出了132.6亿美元,以及价值35.75亿美元的食物。 其他海恩国家也同样捐款50多亿美金。 这些是中东国家。 还有其他国家拿钱了。 如日本援助99亿美元现金和7.8亿美元的装置。 德国掏了57.6亿美元现金和价值8亿美元的物资。 韩国援助了3.3亿美元现金和价值5700万美元的物资。 最终,参战的和不参战的国家都慷慨相助。 总共为美军筹集了700多亿美金的军费。 战争胜利后,美军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高大上了。 实话实话,美军此次坚决出兵,的确赢得了全世界的一片赞叹和威大国的责任。 无论如何,出兵科威特打击伊拉克侵略军都称得上是一场正义之战。 战后,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海湾战争永久停火的687号决议。 古巴反对。